Hello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,我们今天继续读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,终身成长片。 我给Z讲了这位摄影师的忠告,也讲了心理学的常识。 我对他说,你务必要从父母家搬出来,这样你的问题就会解决。 但他说他做不到,因为父母太喜欢他,太需要他了,不想让他搬走,虽然他自己也想搬走。 需要说明的是,他有兄弟姐妹,我也见过他的父母,特别是妈妈,对这个女儿简直是太喜欢了,实在不想让女儿离开。 如果女儿结婚,他也准备好了,让女儿与女婿和自己一起住。 可问题是,准女婿愿意这样做吗? 后来,我的这个朋友做了一个梦,呈现了他潜意识感知到的真相。 他梦见,他挑着一个扁蛋,扁蛋两头挑着沉甸甸的框,框里的东西他看不清楚。 他就这样走在广州的大街上,两边是高耸的楼房,街上只有他和他的扁蛋。 那时,我们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了,他把这个梦讲给我听。 我说,这个梦太简单了,你扁蛋挑着的,就是你的父母。 意识上,你和你父母都觉得你在家里住是占父母的便宜。 但其实父母是你不能承受的重担。 并且,你真的是觉得太孤独了,和父母在一起,不能化解你的这份孤独。 还有,你的单子太重,你的几任男友都惧怕,所以不敢和你谈婚论嫁。 没有别人了,他感到无比孤单。 这次解梦刺激了他,他说一定要从家里搬出来。 后来,我们的联系变得很少了。 几年后,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,他刚刚生了一场重病,比较罕见的皮肤病。 先是从他的嘴唇开始,接着蔓延到全身。 结果是,他脱了一次又一次皮。 这种病非常危险,他一度陷入严重的病情中。 但总算是恢复了。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,他刚刚恢复。 这让我既担心又难过。 立即去看了他。 当时,他的状态真是非常不好。 而他告诉我说,他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。 担心不用多说。 之所以难过,是我有一种理解。 他这样脱皮有一个隐喻,就是渴望像蛇一样蜕变。 这样就可以从原生家庭中逃离了。 虽然我们一再说这是他问题的核心。 但我应该逼一逼他,逼他从家里搬出来。 我的这种理解也带给我一定的自责。 我的这种自责也是自恋。 认为自己应该能影响到他,也可以做到这一点。 但其实这弹很容易,因为这必须从他自己开始。 后来,等他状态好了一些后,我和他说起我的这种理解。 可他说,他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,但从认识我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。 他父母现在太老了,他们表现得更加需要他了。 他真是做不到离开,那会让他非常内疚。 这个逻辑延续了下来,一直到现在,他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,决定就为他们养老送终。 他不再犹豫了。 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。 如果他在年轻的时候,离开原生家庭,父母会学会没有儿女在身边的情况下如何生活。 但现在父母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这样去学习了。 他知道这样,他知道这不是好的选择,但他决定就这样过下去。 几年前,他结婚了,而他父母对他丈夫总是很忽视,这给他丈夫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 但他是个超级好人,也能忍受这一点。 Leader这个决定我很钦佩,同时也心疼他。 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,他的生命被闷在了原生家庭这个空间里,而他自己的生命空间也就无从谈起了。 我重读这一段。 Leader这个决定我很敬佩,同时也心疼他。 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,他的生命被闷在了原生家庭这个空间里,而他自己的生命空间也就无从谈起了。 并且在我看来,这给他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冲突,导致了他人生中一系列巨大的不幸。 那么,从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,到底是他没有完成心理段落,还是他父母没有完成呢? 好,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。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读书时间,我们下次再见。 Bye!